新闻首先来关心台湾在非洲的外交 可能有突破性进展 台湾与非洲之脚民主索马力兰 7月宣布互设官方代表处 索国媒体星期一报导 索国总统已经指示亲信 探索与台湾强化双边关系的做法 以及相互承认的可能性 包括指示研究美国国会3月通过的 台湾友邦国际保护及加强倡议法案 以及单向承认台湾利弊的风险分析报告 中共驻邻国索马利亚大使 坦检2日是今年第三度到索马力兰首都 但是据消息人士透露 索马力兰总统拒绝接见 中华民国外交部回应 对于未隐居消息来源的报导不予评论